來吧 那個海物 我要念劇情簡介 大海是神秘的 他孕育了生命 也藏著許多未知事物 幹嘛這國家地理頻道啊 人們尚未警覺 這好像是那種間諜系列你知道嗎 人們尚未警覺 不斷的用文明摧毀自然 將受到大自然的反撲 救難隊長阿傑 王陽明氏 跟同伴在狂風暴雨中 救援一艘觸礁郵輪 卻遇到頑抗不願放棄的船長 同時一個黑影從深海出沒 把所有人都拖進海裡 幸存的阿傑 從此恢復著同僚死亡的陰影 變得頹廢喪之 多年後 阿傑克服陰影再次登上漁船 卻遭受船員阿泰 鄭仁硕 副船長阿丁 李李仁 等人不斷挑釁 某天 眾人救起因游艇翻覆落海的小金 等一下 為什麼會有女生啊 船上因為 小金的喘入 產生微妙電話 這幹嘛啊 船上開始意外凭人 有人落海失蹤有人意外死亡 食物跟飲水更遭到破壞 船艙因為空間壓迫 空氣跟食物的匱乏 人們開始鼓噪驚慌失措 從互相扶持變成自相猜忌 受困的眾人在面對暴風嚴峻的考驗之際 卻發現最危險的還遠遠不止於此啊 水裡有著未知生物在餘寂的 真寧相對的眾人必須放下成見 攜手合作才能生存 喔 這聽起來是蠻厲害的啊 哇台灣要拍這種鬼這個什麼 呃怪物鬼屋片 真是 這是異形這是異形的故事 可是他其實 確實在這方面的掌握來說 我必須這樣子講他 前導這次在拍的時候開場白先給你看到 就是他劇情簡介的順序 他真的就照著他的那個 劇情簡介的順序在拍這部片 嗯 所以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懸念 他就是很順的把一個故事講完 那相較於我們以前看他像是 契城或是詩城 這兩部古詩片好了 啊 或者是像以前我們在看混混天團 甚至於說他更早之前第一部院線片 牛扣人 那他這些片子有的時候都會有一些 蓄事時間的一個 跳動的一個情況 那有的時候還會讓人看了就是說 奇怪你前面才在演這個東西 怎麼下一秒是演另外一回事 然後對外有些 劇情的梗沒有做好回收 這是他早期的作品有了一些問題 即使是說評價最好的混混天團都有這個問題 可是這次海悟我看沒有這個問題 這次海悟沒有這個問題 對他的故事講得很完整 前面就是告訴你說因為海難事件 然後 造成說他本來有人可以救沒救成的那個王陽明眼的主角 就從此他心裡有個陰影 然後 故事是安排說他 頹廢了五年 故事是安排說他在 片頭的這個 傳染事件發生以後 他放縱自己 就是完全放棄自己 放棄了五年 然後一直是到說 他開始慢慢 感覺到說他 對於自己的 家人親人有一點 沒有照顧好他們的一個愧疚 他才開始想要試著重新振作 然後他才去拜託那個連凱 就是那個 港片裡有常演壞蛋的那個連凱大哥 找他飾演的船長去 讓他出海 他為什麼還要出海 是因為生存有困難 應該是這樣講吧 他就是他原本是救難隊的 然後因為出了事情以後 他 形同於就是說他從救難隊 申請退休 申請退休因為他自己又是 靠海過生活的人 那他就只剩下會跑船的而已 所以故事設定說他自己本身就是有很豐富的跑船經驗 所以他就只能申請說我上漁船去幫忙 然後 蠻有意思的一點是他故事有設定了李李仁所飾演的那個丁哥就是副船長 還有那個正人碩飾演的船員 故事其實前面就講得很明白 正人碩跟那個 王耀明的關係兩個人以前都是救難隊的 然後兩個人以前是敗拔的 嗯 那故事就有交代為什麼那個 就是他 會不經意的去交代到說為什麼 正人碩會三不五時 對 王耀明很不爽 可是卻又沒有辦法割捨掉兩個人 那個拜把哥們交情的那個 情緒 嗯 這個部分就是他這一次的那個劇本在這個部分 寫了我覺得蠻成功的 嗯 即使是說那個李李仁大哥所飾演的那個 副船長 對那個汪耀明處處針鋒相對 然後想要去 就是三不五時想弄他 故事在最後也有交代 為什麼他會這麼做的原因 嗯 就是 他這部片子裡頭幾乎每一個角色 除了少部分幾位就是比較樣板化的一些 配角 可能在塑造上面比較沒有足夠的篇幅 所以就是 讓他們靠自己的 表演的方式去 帶過這個角色的一些人物設定以外 基本上戲份吃中的那幾位 每個都有花心思下去 去把這個角色塑造的很好 所以在看這部片子的過程裡頭 他其實花了很多的篇幅 是在描寫這些人的事情 故事主打的怪物的這個點 其實就有點像我近幾年來看 有一些歐美B集片 像之前有一部 Harbinger Dell 那個 就是 拍 那個疫情那一個 電影的那個 模型特效的那個團隊 他們有 之前有一部片是在網路上募資自己拍攝的 台灣 台灣那個片子沒有帶離進來 國外 大陸那邊 他的那個片名好像翻譯叫什麼 破檢天魔還是 還是什麼片子我一下忘記 他的英文片反正就 Harbinger Dell 那部片 然後那部片的拍攝背景也蠻有趣的是 是因為當初他們在拍 突變第三型的前傳 極地詭辯 跟環球鬧得非常不愉快 因為環球的公司騙他們講說 會以模型特效為主 結果沒想整部片是 模型特效是輔助 主要都以CG特效為主 所以他們基於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很生氣 就變成說 用同樣的架構去拍一部全模型特效的電影 結果 基本上那部片算是拍雜了 我不想知道 可是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說 前導他在拍 海霧這部片的時候 他裡頭在塑造說 他們 是怎麼樣捲入那個怪物襲擊的這個事件 梗的那個劇情點的安排 這個爆點 安排上面 我有聯想到 《Harbinger Dell》這部片 就是那個怪物忽然就是出現 然後大家措手不及 那你原本以為說 在那個段落結束以後 他就是事情告一段落了 然後後面又再回歸到這些 角色之間 彼此之間有心結 彼此明爭暗鬥的這個點 結果故事就開始慢慢導向到說 就是劇情簡介有提到貴倫美所飾演的那個 船船難事件的 受害者 被他們救起來以後 那故事就有交代說從他上傳開始 事情開始慢慢失控 然後就開始又再一次碰到怪物襲擊事件 被救上還是柯家宴吧 是嗎 對啊 柯家宴 講說為什麼有個 怎麼會有貴倫美 我問我一下 意識口誤 意識口誤 你不否認 柯家宴有些 柯家宴有些角度看起來 柯家宴哪 柯家宴 沒有啊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 我只是看 柯家宴是誰啊 我沒有去看這部片 我只有看名單而已啊 你不否認柯家宴有些角度看起來是很像貴倫美嗎 有啊 柯家宴以前被稱為小貴倫美啊 對啊 有些角度看起來是很像啊 好吧 那不是重點 反正柯家宴他的角色被救上船以後開始 故事又開始走向那個 往怪物電影靠攏的路線 那那邊的部分就開始出現到說一邊是人性自私面 一方面就是大家必須要糾結在說恩怨先了結掉還是先把眼前的災難解決掉 所以他這個拍攝部分就是 相較於說那哈邊二道那部片在文系跟展現那個怪物特效的那個模型特效的部分 比例嚴重失衡的這一點 我覺得錢人豪他這一次在拍海悟的時候 他的劇本真的有花時間下去論事 然後他在控場節奏方面我覺得 也掌握得比以前更成熟 基本上可以說是 我相信應該有有些人已經看過 他之前在中國大陸拍的兩部片 鬼陣還有那個 金城八十一號二 我覺得他在整體的表現上面 不管是在於對特效上面還有模型 就是不管是電腦特效或模型特效的使用上比例 或者說在敘事上面的一個流暢度 乃至於說讓他劇本中後段腦洞大開的那些 千馬行空的那些想像的東西 他在推演這些東西我覺得是有做到 至少你看完以後你會覺得說 終於不再是那個騙錢的東西 的那種感覺 終於不再是這個騙錢的東西的感覺 但是 但是這樣子 你終於會有這種感覺 但這樣子應該也只能夠是 60分的狀態 但是他作為驚悚騙 他到底有沒有驚嚇 我覺得不完全對 就是說至少他是一個 他故事講的很 就是他有把故事說好 這是一個 可是在模型特效的表現方面 我必須要講 出現的比例不多 但是 真的就像說我們常在講的 有 有把重點擺在刀口上 怪物有出現的那幾場戲 壓迫感都有做出來 因為我想我們再回頭回想一下 以前千二號導演在拍 氣城還有師城兩部片 他的作品比較大家會有印象 甚至於會有好評的那幾個片段的段落 幾乎都是在場景相對單一 而且 角色人數並不多的情況底下 他可以專心的在把單一場景的 故事情緒經營得很好 所以 我覺得他這一次很聰明的是說 他選擇讓故事就發生在一艘 小小的浴船上面 可是說小其實也沒有很小 預告片看起來挺大台的 一艘不算小 郵輪還是遠洋漁船 對 他就把場景限縮在一艘漁船上面 那在這種有限的空間環境底下 人來來去去就是這些人 所以相對就不會有太多 擔心說人太多了這個故事要怎麼講 的問題 就比較不會 沒有 沒有我剛剛我剛剛的話其實沒有問完 我剛剛其實在問你說 好那個他現在 是一個合格的作品 合格的作品的意思應該是說他有頭有尾然後講話中間沒什麼尷尬的部分 對 但是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好那個啥即使做到這邊那就是 60的情況 那有沒有 接下來因為他是驚悚片 驚悚片有沒有辦法加分到 至少75以上之類的呢 現在我就有問你這個問題 有 那我覺得加分的點在於哪裡 幾位 幾位老大哥不用我說了蓮凱 李李仁還有九孔 其中李李仁跟九孔這兩位幾乎是撐起了整部片 李李仁跟九孔 九孔大哥他 在瘋狂的賽車裡頭演的那種就是 小奸小惡甚至於是 純粹邪惡的那個形象我相信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他演的那個法拉利壞到什麼程度 在預告片我也必須講 九孔大哥也被誤導 在預告片裡頭幾乎是很誤導觀眾 我一直以為說 九孔他在這部片子裡頭是演壞蛋 或是 從頭到尾他就是演一個好人 而且是演一個 對於自己的晚輩很照顧的一位 長輩 然後同時他也是 整部片裡頭 一直在 幫船上很多衝突去 做和事了 甚至於是 緩和大家情緒的這樣一個角色 九孔在這部片真的演得很棒 甚至於說到最後他被逼急了 就是 為了保護人他不得不開始動手殺人的時候 那個情緒也演得非常到位 那再來 除了九孔以外我剛剛有提到李李仁大哥對不對 李李仁在這部片真的就是從頭到尾 他就是在演那個針對王陽明的那樣的角色 整部片 他也是三不五時找到機會他想弄王陽明 他在這部片子裡頭的角色 設定上面就已經是壞人了對不對 可是不是 他故事也有設定到 他作為一艘船的大富 他很清楚大家出去就是要賺錢 可是故事設定是說他們這艘遠洋漁船 要出去賺錢的時候 他們就碰到漁獲量並沒有預期的豐富 他必須要去想別的辦法 來讓大家有收入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所以故事也有提到說 他為了讓大家可以有錢賺 他不得不去做黑的 就是不得不 瞞著連海所飾演的船長 去做一些黑的事情 然後 在演到這邊的同時 我原本以為他只是純粹演到說 他不得不去做 但是完全就忽略掉說他對於做這些事情的情緒掙扎 他根本不會描述 原本我以為是這樣 也沒有 前導也有交代出來說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 以及為什麼最後他真的就是 知道這是不對的 可是他還是做 也有把他的掙扎背後的動機都拍出來 然後即使到最後結局 他為了保護其他人可以活著離開 然後自己去跟怪物在那邊對峙 這個 這個角色到最後他始終如一 一直到他 退場之前 都還是一直在針對王陽明 這個人沒有變過 從一而終的一個角色 然後他的塑造是整部片最完整的一個角色 甚至比王陽明甚至比正人碩都更完整 然後 那個 柯 柯家燕 哈哈哈哈 柯家燕 對不起柯家燕 柯家燕 然後柯家燕的部分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前導他在塑造柯家燕的角色 是把他塑造得很神秘 然後 在詮釋上面 他也是 想要把柯家燕塑造成說是一個 在面對一個很陽剛的 環境 處境底下 他有著不輸給男人的氣場 可是最後當真相講出來他的真實身份的那個瞬間 其實我是覺得 那個瞬間有一點點小可惜 你就繼續讓他保持神秘有什麼關係 但是撇開這個小缺點不談我覺得很棒 然後 真的要講這部片比較 我自己覺得最缺點的地方是 如果說正人碩的角色跟王陽明之間的兄弟情的互動上面的那些衝突 稍微再多一點點篇幅去琢磨 那最後就是故事演到這兩個角色的故事線收尾的時間點 所演到的時候兩個人最後的那種兄弟之間的和解 我覺得會更有味道 不過 你講了之前 比較接近是劇情角色的那個互動 你就看劇情的部分來說 至少這個部分是可以的 那至於如果你要講娛樂性的那個場面就是怪物的那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預告已經出來了 也都公佈出來 是一隻 甲殼類造型的變種大隻 海蜘蛛 這我想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甚至於前島之前公佈的海報 七月早就公佈這個點 好那 這邊我也來講一下 那個蜘蛛的部分 真的是我看過 就是同類型的那個歐美電影來說 他有把蜘蛛的那種陰險的那種 生物特質他要把它拍出來 所以那個味道是有出來的 就是該驚悚該恐怖的點有出來 那有些橋段因為可能受制於說 他這個片子也要賣到中國大陸去 放映 所以他有些地方的血腥橋段並沒有拍得很直接 但是 但是他裡頭的一些比較驚悚的片段 我覺得我 其實一度我以為說 我好像在看海上版的那個絕命小模型 他有幾段的壓迫感有給我這樣的味道 我順帶一提絕命小模型這部片是 93年還94年推出了一部 限制級規格的 重口味的恐怖片 那裡頭就是充斥了血腥暴力的那個橋段 然後 有一些那種就是 故事裡頭的那些小怪物去 攻擊人或吃人的場面 恩 完完全全就壓迫感的不夠 恩 在海霧這部片子 他有做到這一點 就是只要有怪物出現的橋段你不會失望 但是 例如說我好奇的是例如說這樣子的怪物電影 其實韓國最近也拍很多 像例如說古裝的物怪啊 然後或是在更之前 那個在 深海平台上面的七號禁地 對七號禁地 就是說 ㄟ他們 這是海霧 如果你用七號禁地 就同樣是發生在海上的劇情 七號禁地 因為我自己來說 就我個人來說 七號禁地從我的角度 我覺得它還是一部只是有怪物的動作片 那這部海霧 七號禁地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有怪物的動作片 對 然後規格是在一個專有平台上 它的故事發生在專有平台 對 那海霧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發生在海上 然後 怪物從異形改成 變種海蜘蛛 蛤 對所以我剛時你一說好看我就問你說 它是不是有點像 異形那樣 是不是可以給得到 類似但是沒有像雷力史考特在拍異形那樣就是 一直就是盡量減少異形的出現 恩 但是 我想我們在看異形第1集的時候都知道 雷力史考特讓異形那隻怪物真正意義出現 加起來的片長 我幾乎 五分鐘 上下應該差不多吧 恩 那這部片以海霧來說有100分鐘的片長 怪物至少出現了十幾分鐘有 喔要進步 不過 但是我的 好奇是說例如說 我們看怪物電影 要嘛就是他的 驚悚 他的恐怖 或是說他的那個 怪物的特效場面啊 是 非常有娛樂性的 然後呢讓我們覺得說喔我們應該要進 戲院去看這部片 要嘛就是他們人的那個 群戲啊文戲的部分是很 很令人印象深刻的 恩 那剛剛聽下來 對這部片好像那個氣勢有到 然後呢 那個 演員 演技也有到 但是呢他的他的亮點 就是說 欸有沒有什麼地方是特別特別突出的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 呃 我 我看 我看 七號禁地 或是說看疫情看不到的 有這種東西嗎 恩 如果真的要這樣講的話 比較可惜的還有一點是 整部片真的是 亮點不 就是他的 每一個地方都拍得很到位 行李底下 太四平八穩 很平均的一部片 就是你真的要這樣講的話就是 呃 例如說一部片 有的時候我評分會評說 這部片有幾分的標準或是怎樣 然後在哪些項目會有什麼標準 恩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就例如說當我評一部片是 假定來說是 八分到九分之間好了 恩 偏偏剛好他的每個平均 他的每一個得分點 剛好就是也是卡在八到九分之間 恩 所以就等於說 他整體上面來說是一個水準各方面都提升很多的作品 恩 而且你真的在那個水準都逐漸提升的前提底下 你要去找到一個 稍微比較突出讓人印象深刻的亮點 恩 恩 這一次我覺得是比較可惜 恩 恩 就是他各方面都提升了 達到了說 他以前的作品沒有達到的水平 恩 你會覺得說 為之一亮的是說 他有突破說 他沒有辦法把故事說好 他沒有辦法把一些該有的亮點 凸顯出來 恩 你會驚訝說 他終於把這些東西都陸續做到了 他有些東西是讓你看完以後覺得說 你終於把這個 你以前作品的缺點的東西都改進掉 恩 問題就在於說 你每個地方你都改進到說 大家都覺得是亮點的東西 平均下來 那其實就是沒有亮點 會有這個樣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把重點擺放在說 演員的演技很到位 哈哈哈哈 好吧 你叫 你叫人家去看一部特效片 然後稱讚他們演技到位 這聽起來故事很好啊 好吧 因為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他的模型 就是他的 怪物模型的特效 恩 是合格的 恩 我就這樣講 他的怪物模型特效 我覺得不輸給 就是 早期我們看有些80年代的那種歐美電影 到現在看我們都覺得不過時 恩 他 就是以台灣本土這邊電影來說 我覺得他至少甚至是有達到雙重的水準 他的模型特效有達到雙重的水準 你有 我就這麼講 直接一點 因為 我相信我們 看台灣電影一路到現在 普遍應該都是 共識而且認同雙重是 目前台灣最好的電影 就是在 這類型的作品來說 就 普遍這類來說 我想我們應該都承認雙重是 商業性 還有就是在 各方面的表現 都是讓人很滿意的一片 是是是 除了結局的有愛不死 那四個字真他媽的有問你 可是雙重沒什麼道具 雙重道具很少 沒有雙重那個人的頭 雙重的道具是在那個超限制級版本 雙重一定要看超限制級的版本 你才看得到那些東西 恩 我記得我看過啊 我覺得道具沒什麼啊 有喔你說真仙關大屠殺那一段 有看過那沒什麼啊 對可是那邊那些道具的那部分 他其實 應該相講啦 他其實用了很多的那個 恩 雙重來講 只能說在台灣算屌 但是在 在其他地方 你用外國外國片 甚至於我講不客氣 你用人的插槽版本的標準來比 雙重真的不算什麼 等一下 那你家這吐槽的很嚴重了 看不可以 哈哈哈 沒有啦 我的意思 我覺得很吐槽耶 沒有你畢竟你要考慮到 海悟他是輔導級的電影 沒有但是但是觀眾不會去考慮這一點啊 你這個 這個完全一直在幫人家講話 什麼 沒有啦 反正我的重點我是要強調一點是說 海悟他這部片的模型是沒有問題的 他的模型特效的表現水平很棒 就是至少你在看的過程 你會覺得很自然 然後甚至於說那個怪物的那個超偶師的部分 我覺得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破綻不大 破綻不大但是看得到破綻 你真的要很刺激看外面 你講破綻不大你講毫無破綻 因為我們看電影起來的都知道說 模型特效有時候在操我上面還是會有一些 操作上面的小瑕疵問題 好吧 好吧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 模型特效的表現沒有問題 而且 諧星場面不多 你看了你會有一點印象 那至於哪些印象這個 這爆點我就不方便多說了 有幾關他拍的真的不錯 但是爆點是可預測的嘛對不對 基本上 你看第一次的時候真的很難預測會有這個爆點 所以到最後還是有看到驚喜就對了 接近尾聲跟怪物開始對峙要準備去反擊那一段有很多的爆點 就是有很多高娛樂性的驚嚇點 原生我想問一下 這一部電影啊 如果你扣掉前導本身自己的進步的話 因為你在強調他的進步嘛 如果扣掉他本身的進步 那以你看 這一種片類型來講 你會給他打幾個整部片子 我們要扣掉 扣掉你跟前導認識的部分 因為 畢竟這樣會有各種情緒在裡面 我會很公正的講 扣掉前導自己本身在這一次 大躍進式的進步 這個進步講你不要算進去 扣掉他大躍進進步的這一塊 扣掉這一塊的話 對 真的是像那個 醋哥講的60分幾個沒有問題的一部片 等一下60分很低耶 沒有60分的意思通常是代表他 有達成一個最起碼電影他應該要的標準 像台北物語他就是不到60分的狀態 扣掉前導的部分 單就60分幾個是指說 你花錢進去電影院看 真的就是有感覺到說 我花錢進來是看爽的 OK 那就放空腦袋 看一部電影打發時間這一點 他沒有問題 還是有爽就對了 看完你會覺得他是一部合格的電影 OK 好那 好啦 我說真的啦 因為兵他是怪獸片 沒關係沒關係多問盡量問 因為趁我現在的記憶還很深刻 對然後因為他是怪獸片嘛 然後因為有柯家業所以我會去看 那我看完之後 我下禮拜我再來講我看了感想 畢竟以怪獸片來講 或怪物片來講我算專門科 我來看看 再 你算專門科 稍微會比較客觀一點 拿到你那裡看完可能會比我講得很精準 而且因為我不認識我跟前老不認識他 恩 所以我看就是比較會比較偏向 如果是想怪獸片可能蓋的感覺 扣掉原住民加分 對啊 我看完原住民加分 這個作品加分是什麼鬼啊 還有原住民加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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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他的意思只是說我們平常那個什麼 因為那個 沒有應該是說那個本土作品加分的意思 原住民加分 真是只是 阿修哥你不是常在聽你居然不知道這個梗喔 我知道啊 我故意裝的啊 我現在你沒聽出來 瑞里 好啦 反正我應該會去看啊 因為我的歌家業 那那個 下禮拜再換我來聊好了 OK啊 OKOKOK 好這個是 打個岔再補充另外提那個 中央車站的部分好了 中央車站 你要再補 所以你要補講中央車站 阿你們就現在開始聊中央車站 幹嘛用補的 沒有因為我這個 我這個部分其實也還好沒有什麼特別要多說 好吧 沒有第二句話 我們就只是簡單講 這個部分我就講了 經典老片 沒有第二句話 但是他這次修復的部分 我必須要說 音效 提升很多 畫質 有改善很多 重點的不在於這兩個部分 而是 他的調色 他有把他原本調色的那個飽和度弄得更好 飽和度跟對比 調的都比以前更好 那整體看起來 我覺得他這次修復是 值得在經典影院再看一次的經典老片 我就只是想講這一句而已 可是觀眾都不知道中央車站是什麼東西 沒有啊我有看過啊 沒關係 反正晚一點那個 促哥那裡會幫我補充 劇情說明的 我現在就是先講內容 然後再讓促哥幫我補充 就像 有些YouTube跟 片上之間的關係一樣 我沒有特別想補充 怎麼辦 沒有中央車站我有看過但是 那個時候我其實那個什麼 時間對我來說是有點模糊 但是我我只記得他大概是那個 有一段時間伊朗電影常常那個 那不是巴西電影 在沒有他正好在伊朗電影常常在 上的時候他跟著他們一起上 對 我記得他是一個寫性的故事啊 對一個在中央車站幫人家寫性的一個老太太 對啊 然後陰錯陽差因為 他其中一個客人 那個車禍死掉 然後他幫那個客人的小孩 帶那個小孩去找他爸爸 原來我看過耶 你當然看過了還是馬大你幫我接洽 中央車站 那段時間算是挺受歡迎的 沒有我 你今天我其實我只知道說這座片子評價很好 所以我才問大家不要去看 然後 我又不知道我看過 可是聽你講這劇人是我看過 我小時候看過 然後最後那個結局 原來是這一部喔 最後結局那個寫性老太太把那個小孩交給他的親 兩個親哥哥然後就離開了 對啊 沒有那個時候 還 進了蠻多這類的電影 然後這個那個 而且 當時我好像還沒有 還是我已經開始工作 就是那種工作頭一兩年的那種 狀態 對所以我那個時候印象挺深刻 我那個時候還在念書 我只記得這部片是評價很高的一個 非英語題材的電影 嗯對 算是 對 好啦 不過好啦這個那個少 知道的人太少這樣子很難造成那個少討論 沒關係 反正如果重點只是要強調說這是一個很棒的經典老片 這次的修復真的 誠意十足 然後 然後更重點的是之前那時候馬大幫我 爭取到提早看這個修復版試片的那一場 片商直接講了 就是 中央車站的導演 還有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現在也是電影公司老闆 然後 就有提到說這次的修復版是他們 就是 決定要做了 在20周年的時候要做的 然後也終於做起來了 天啊不是不決20周年了 在巴西那裡做小眾上映 結果後來是片商這邊聯絡上那個 已經開電影公司的那個小孩的演員 他講說台灣這裡有興趣放這部片 那等於 那個 中央車站的修復版台灣是 第一個 在 巴西以外地方上映的 海外國家 嗯 所以我覺得 單就這一點來說 嗯 也夠大家 去 戲院支持一下 嗯 以一部經典老片修復版 而且台灣是第一個上映的海外國家 這一點 嗯 這個理由就夠大家到戲院看 我覺得 中央車站 還蠻好看的啊 蘋果姐都這樣講 突然間跑進來講這句 可是我只告訴你我只看了前面 就是他在 蘋果姐把他看完很好看 看到最後會哭 不是不是因為我想 我想繼續 我想繼續看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起頭 讓我想要繼續看 可是我那時候因為 我的氣氛 還沒有讓我專心 看那一部 所以我就想說我先放著我之後再慢慢看 蘋果姐打開來看夠了 好看 這部片真的好看 蘋果姐一定要把他看完 因為他 他一開始 因為他一開始 那個 他就是在聽 別人的故事吧 然後他 是寫信嗎 還是什麼 對幫人家寫信 對幫人家寫信 然後就讓我想到那個 雲端情人 那個 那個男主角不是也在幫人家寫信嗎 只是那個 那個時空 那個時代是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那個 那個時代的感覺就 當之前人沒有用電腦的時候 他要去抒發 一個情感 而且要了解別人故事的時候 他怎麼樣去 身體力行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 就是那個 感染力很強啊 就是他 就是 用他僅有的 能力 然後想要 做 這件傳達情感的問題 情感的那個故事 我覺得 那個 就是那一開始的起頭 就會想 我就會想想看下去 為什麼我覺得那個 蘋果算沒看完 可是 感覺講的比元宋還要有Fu 糟糕 對啊 怎麼回事啊 他只是說經典導騙 哈哈 我是直接看到 因為我就是 我一看嘛 我就覺得那個 感受力 其實就是這樣 像藝術創作者 他們要 他們要去讓觀眾有 回饋 只是那一個 那個老太太吧 那個老太太在做 相同的事情 然後我就會覺得他 就是 其實已經吸引到我很想要 已經吸引到我中央車站是要做什麼了 然後 然後 然後這部片就讓我想要 看下去這樣子 只有我在 我那時候在感問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還沒有 我會想要認真看啊 而且是你們在講的時候我才想說 中央車站 是有離別跟開始 就是 什麼故事嘛 這樣子 然後就 要這樣講也對 因為車站嘛 反正就是 對 不是下一個開始 就是 就是 但是他的離別跟開始 並不完全 那個 局限在車站裡頭 恩恩恩恩 啊我沒有看啊 不要跟我講 我不講 我不講 反正這部片你一定要去看 你沒有把他看完 這部片你看完你會明白 你會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部片真的是用 心去感受的一個練習 其實 因為他一開始就已經是 就是 就是叫人家要去關心就是 因為他主動去關心身邊的人的事 而且是陌生人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嗯 就很有藝術性啦 如果要這樣的話 就是 那種感覺就會有 藝術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一篇不會很藝術 但是他拍得很寫實 恩恩恩 對啊 呃 就是 他的動作已經讓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像一個創作者想要 知道觀眾的感覺 但是他的文本人文色彩很重這是真的 人文色彩很重其實 不代表他是藝術片 只是當時他的 但是他的確在台灣是會被包裝成那個藝術類型因為他就是不大 人文色彩是什麼 我換個方式來講就是 他的 故事演到中後段開始他的人情味很重 對啊 他是一個人情味很重的 你要這樣講他反而還比較像是1970年1980年1980年 年代的台灣 大眾電影 對因為他們講的是那種關懷 土地情誼 之類的人與人之間那個什麼其實是互相關懷然後在這個冷漠的世界裡面 然後恕不相似人互相幫助的故事嗎 我還記得一點啦 對因為那個寫信的那個什麼 的 那個人 他 看起來就是很兇的一個人 然後他就必須要去幫助一個孩子 然後那孩子看起來很可憐 所以他就是不喜歡他就是覺得這是個麻煩 但是他最後還是忍不住幫了他然後這一個一老一小然後後來慢慢開始建立關係嘛 然後就踏上一段旅程之類的故事啊 對啊我還記得這個我還記得一點啦 所以他其實是有點像公路電影類型的 一個旅程的故事 所以所以 但是因為這種片其實在台灣你 他不他注定就不是那種那個票房電影 所以在當時台灣的代理商幫他們那個發行商幫他做的操作其實就是走文青路線 走文青情懷的 但其實這部片我覺得他不是文青片 嚴格說起來他很商業 我很好奇他們是 我很好奇是他們怎麼樣去 因為其實 這類型的電影 其實在 每一個國家都有 為什麼他們會選擇這一個我就是 有點好奇 因為其實我還蠻好奇台灣在引進那個 喔 這麼說好了 就一點 這是一點說明啦 應該是說在台灣大部分的觀眾想要看到的東西多半都是希望跟生活 其實有點矛盾 我最近其實真的特別特別有感觸 台灣人呢看東西其實是不喜歡看自己跟自己生活差太多的 所以台灣人不喜歡看古裝片 他們台灣人也不喜歡看 奇幻片 或是科幻片 但是我但是我講一個 台灣人不喜歡看古裝 但是有一個彈書 如果裡面有打鬥與血腥暴力 就沒有這個問題 對就是必須要有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 台灣的觀眾 應該是說台灣的觀眾他們在求取娛樂 他們去看電影的時候是有一點抱著他們要看 他們是要 欣賞一場 病病的東西 這一點其實是 病病給我 就是那種 就像是台灣 就像台灣以前廟口好了啦 我們廟口的那種表演是不是 這個布袋戲啊 或是什麼 都要很 熱鬧 因為前一陣子我在研究那個布袋戲的那個什麼眼鏡的時候我就發現了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 布袋戲台灣的布袋戲有分北派與南派 然後北派呢到最後其實是 內台比較比較接近內台系 他們會以那種細微的動作才子家人的那種 那種動作你知道嗎 為為主 那就是弄後來就是那個李天路他們那一脈 那南派的南派的其實是以武打 會丟那種那個什麼會讓布袋戲有這樣子 跳過去啊然後接住啊然後在那邊旋轉然後後面有 那個神光效果他們可能會拿那個 燈在那邊照啊 那 最後呢南派就越來越受歡迎 但是這是人之常情因為其實大家喜歡看熱鬧 那同樣的 到底其實也是反映在電影上面 就是大部分人看電影是想要看熱鬧的東西 對 誰在噴清誰在噴麥 對 沒有我這邊沒有 對有人在 沒有 離麥克風很近喔 我的麥克風是電腦的 休哥就是你 你那個上面 你一噴然後那個什麼綠色的點就跑出來 就是你啊 我繼續講 對那 以這一個的情況來講就是所以 所以台灣很矛盾 但是如果跟現實有關係為什麼矛盾 講的跟跟他的現實生活太過貼近他又覺得 這很痛 所以比如說像一些那種 青少年挪詐 比如說悲情城市 比如說那個什麼那個 像活潮前拍的那幾部都真的是很寫實啊 完全不之前看到有一部那個 戀戀情深 好像是戀戀情深 那個戀戀情深就把一個那個男生 一個台灣男生那個什麼畢業 出去然後還有喜歡的女生然後他不好意思跟他講然後 那個時候出去工作然後被那個老闆娘欺負然後也都不講話 那個台灣人 他們公為金避暑的那種個性一覽無疑 整部電影的痛苦 因為最後這個女生 他那個當兵的時候一直寄信給他女孩 你喜歡的那個女生然後他也沒有一直一直沒有跟他告白 那個那個女生其實也就是兩個人就在那邊弄 好像有淡淡的那種那個什麼青梅竹馬的情懷 結果後來因為他太常寄信給那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孩子就被信 被油菜給把走 他就在金門那個地方然後 痛苦然後在那邊然後 旁邊幾個人在說 我一吸了嗎 一吸了嗎 一吸了嗎 這樣之類的 那部片如果你在 你 如果你是那個周末然後花200塊去看 你出來應該心情超不好的 這也是為什麼那個 大部分的 比較受歡迎的電影多半都是 好萊塢的那個什麼要不是動作片啊 然後要不是災難片 那以前香港也常常在出產那種那個 動作片 然後後來也有三級片之類的東西 基本上就提供娛樂給大家 像 中央車站這種電影 他就是那種常常看電影的人已經看膩了 那種熱鬧的東西他們想要看的比較深一點 然後他們可能 常常還比較長 比較常看書 比較常看小說 所以當看到那個什麼比較慢的節奏的電影的時候會願意 靜下心來然後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對 那可是這種 但是這種 人就是比較少所以他可能 在台灣就必須要把它 包裝 然後能夠能夠在台灣能夠那個什麼代理到這些電影的發行商 都是比較小型的 對那大部分的那種動作片幾乎全都是被弄 那個什麼 把就是那種那個什麼UIP啊然後迪士尼啊然後華納子全部都拿走 然後有的時候偶爾會拿到一些片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喔你有時候看到一些片啊 就是明明他有好像是那個什麼 比如說服飾探照燈什麼做的你知道嗎可是在台灣卻是 另外一個那個國內的發行商 然後你這時候大概就要知道那個 可能那個大發行商本身就知道說這部片他覺得不好操作 然後覺得也不會賺 然後結果就被 可能就是被那個總小型的發行商見到 比如說 黑歐那個黑歐波 地獄 地獄怪客 第三集 他在台灣的海樂 對 就是 就是他其實是那個外面的發行商都不願意去做發行 然後可能就是到最後被競標然後拿到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歐洲的片 像獨被衝的片就比較特別的獨被衝就是的電影在台灣就是基本上 會有一些那種固定的公司在發大東西 對那這個也不會是那個什麼大發行商 所操作 那這其實但是這些 小中小型發明他就必須 要多做一點行銷操作來包裝的 對所以像那個 比如說像那個什麼 然後 有一部叫做永遠的 什麼走出極境 我還我還記得這部片走出極境這部電影 我還蠻喜歡他 你是指永遠的一天嗎 呃不是就叫走出永遠的一天是在同一個時間點 對永遠的一天啊走出極境啊 統統 應該是 同一個發行 電影公司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他們在海報上面 打世界上最好看的電影 說老實話我還真的被這個這一行字吸引你知道嗎 世界上最好然後就 那個永遠的一天事實上安德羅普洛斯啊 然後就一個老人然後那個那個海報很漂亮知道就很有質感你知道 好像那種那個 基本上就是那種那個什麼 我得說我那時候是大學生 大學生就是還是一個膚淺的狀態 我想要喜歡各種文藝掛的東西 那時候我就喜歡聽那個什麼 然後那個 喜歡聽那個 盧納斯亞就是想要 附庸風雅與文藝 然後這時候那個時候一個那種 他的那個海報感覺就非常文藝風 然後就想要去看 結果看那個 就是後來但是我也沒有去電影院看就是後來出路影帶來去看 我看那個 永遠的一天在小螢幕看真的快要 快要痛苦死掉 然後就一個老人然後在港口邊走路走超久 但是我沒有辦法我真的沒有辦法那個什麼理解那部片在那個時間點 對但走出極境了 非常好看 因為走出極境的音樂啊跟那種情感啊都讓你覺得我好浪漫好棒那種感覺而且講的是親情 對但是好應該是在回答那個什麼 這些總結應該是在回答蘋果剛剛我的問題 對 他們的行銷其實必須要把它操作成藝術店 事實上就算他們本職其實在本地事實上不是什麼藝術店 就是一部 就是一部劇情片這樣子 可是呢 把它包裝成藝術電影會讓 去看的觀眾覺得自己其實 就是 很high class 你知道嗎 我覺得其實是有這個 這個 這個原因 我 我倒是覺得因為他那種 感覺就是你要去 可能這部 電影他要讓你的感知比較多 所以他 是啊 所以你的情緒可能就是 不是 他不是 直觀的 可能會直接讓你去想 我覺得這種電影可能他就會導致於 就會讓人家 想更多 或者是 有一些 要自我思考的問題 人生問題 簡單的說就是有一些 就是台灣其實還是有一批 很喜歡看電影的人 就是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那個時候偶爾才去看電影的那種 偶爾才去看電影的大眾基本上要看的就是像天能這樣子 對他好一年才看一次那既然一年才看一次這件事情必須要盛大 就比如說你一年才參加一次祭典 那你那個時候一定要放個煙火什麼之類的 可是如果 你本來就是很喜歡看電影的你每個禮拜都要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要求比較多你可能想要閱讀更多的內容 對或者甚至你在家裡面會看 或是 看一些影集之類的 這時候你就會真的會去觀察那些演員那些角色表演 或是那些故事的鋪陳 所以可能對於故事的內容要求會更多 對那 這一些然後就是會有一小塊的市場是專門為了他們而做 對那 我其實在大學的時候就是屬於那一塊的 但是我就是 你是不是把電影電影文學畫 算是啦 電影其實是文學的延伸 電影其實是文學的延伸之一 只是我們如果用簡單的用非常簡單的 論的方式來論斷的話 好萊塢大片是漫畫 他的文字他的文字少他的圖畫多然後他的跨頁多 對那 那個 一些歐洲電影 就是那種中間中小型片上進來的這樣 像中央車站吧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就是一篇小說 對那像大衛林區的片 他是他是散文或者是 然後他可能是失 那更難懂 然後 鄰居啊或者是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赤色 泰倫斯瑪麗克的電影 就真的是 真的是那種詩 你知道 就是他的電影像 這樣 蔡明亮喔 蔡明亮也算是失 蔡明亮應該也是 對 只是他的私事比較那個什麼 比較不不修工整的不修不修蝙蝠的東西因為 泰倫斯瑪麗克比較有辦法有預算 去把他的東西弄得非常美 對那蔡明亮則是那種反不歸真心因為他的環境其實已經不允許他 像有泰倫斯瑪麗克那樣子的那個成本去 去修那些東西 他就開始做那個什麼 斜石裝置藝術 就他可能 他的東西有的時候還真的滿舞台的 台灣很多那種小小劇場其實舞台也都那個樣子 叫劉會留白 你會看到有一個人突然間一盞燈打在那邊然後一直坐在椅子上面 讓你感受那個尷尬的情緒然後他就獨白一番這樣有的蔡明亮那個會突然間來玩這個 然後影響到很就是受他影響的那個影響創作者也不少 對我之前好像有看過一部 電影好像也是這樣他突然間在描述一個女生其實 被強姦 對但是這個強被強姦的內容突然間就變成他的 獨白 然後他突然間在舞台上然後開始跳芭蕾 他就這樣 非常表現主義你知道 但是我要提我必須要理解他的情緒 對就是他不那麼直觀但是有時候這麼不直觀的東西那個時候能夠吃的觀眾少 那不吃的觀眾多的時候那那個這東西就變得很有爭議我記得那個時候大家都超爭議的就是 那時候不像那時候的網路不像現在那麼蓬勃 不會那麼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你看不懂就表示你沒深圖 就真的常常是這種狀態 而且有的時候你看看到那些片 還不一定是在大螢幕看到小錄影帶看到 有的時候你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然後你甚至可能會覺得那個雜點 是一種藝術之類的 我這個時候真的 年紀輕輕的時候在看那個東西的時候常常會有這種錯覺 看不懂覺得好學然後突然間覺得 我在參與這件事的時候覺得自己還有深度 這個其實也是這個什麼文青觀眾有的時候會有的盲點 我其實是覺得很多文青觀眾就是喜歡閱讀這種文學性電影的 比較文學 為的電影的觀眾 常常會 看不懂然後可是會因為敬畏之心然後那個把他抬高 但是我其實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的那個什麼 方式是 看不懂 就 提出疑問然後 大家討論一下然後搞不好你會真的發現 那部片就是純粹是爛的 你知道 因為有的是 我發現其實他如果是用 就是 就是用不同角度去看的話其實也許那個電影只是讓你感覺到 你的感覺而已啊 是啊 你的直觀就是 他這個電影要的東西 對 其實 對 有時候 可能這個導演他其實並沒有要這個故事性他只是要引起你的感覺 當然 退 一部講 退一部講 只是說你這部電影有沒有合你的胃口 像有 像我記得我有一次看到一部片 叫做這不是一部色情電影 那部導演是 對那是那是原子溫的片 對 但是我為什麼 會去 想要看這部片是因為原子溫這個導演 對我偶然看到他做的那個什麼 一部日劇 忘記名字 然後那個日劇裡面我覺得那個很有趣你知道他竟然會這樣玩 然後我就想要看到 看他拍這部片因為那部片事實上是那種 算是這個日本的一個活動啊就是那個日活 日本有一段時間其實非常那個長出軟掉色情片 就是那種通常都是愛恩情仇然後會露出那個會有裸露但是 那個 然後可能都男女關係的電影這樣子 那 可是日活已經沒有了 對但是他們好像為了要那個什麼 慶祝某件事情我已經忘記記入20幾年還是什麼然後他們就找了幾個 幾個導演然後那個再拍一次弄這種風格的電影 就是 以那種軟掉色情為題材然後 那個每位導演那個什麼自己 讓他們自由發揮 然後原子溫就交出了這一部這不是一部色情電影 哇可是這部電影其實 我一開因為他的封面感覺起來很 很情色 讓我就忍不住想去看因為是一個穿著水手服的女生然後沒穿裙子 只露出內褲然後趴在那邊的那個海報 然後那個什麼曲線很漂亮然後我就忍不住就去看結果沒想到 那是那是完全是一部那個什麼非常表現主義的片 他其實是在批判他全部整部片都在批判日本的那個什麼對於女性的那個壓迫 然後那個整個家傳統價值觀對女性的壓迫 可是他完全用那種舞台類舞台劇的方式然後一直不斷演一直不斷演 這樣然後裡面沒有真正的一個連貫劇情 然後我那個耐著性在整個早上看完然後承認說他確實厲害但這部電影真的還真不回我胃口 因為我一開始不是那個想法 想要去看的不是這個 好就是有點我褲子都脫了給我看這個 但是我回去以後還是寫了一整篇啦對我覺得他蠻厲害的但是 一樣的道理啊他不是他 不是不好 但是很明顯他這個電影本身他要 做的事情就不是討好觀眾 對啊 總之就是這樣 OK我剛剛是要幹嘛都忘記了 本來剛剛在聊中央車站 不過也蠻多藝術類 因為要把他形容成 就是你剛剛所有的介紹其實就是 可以 歸納成就是他們這類型的電影就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情緒啊什麼的就是比較 要反思的東西 是啊 沒有但是基本上 台灣的片商會先幫整個市場零選過一遍 基本上他們也是想要賺錢的 所以他們也會去抓那個台灣 觀眾的那個什麼 口味 對那基本上像中央車站啊然後走出極境啊 或者是那個 狂烈大提琴嗎 那個時候叫做無情荒地有情天 或者是那個新的或新天堂樂園這類的片事實上都是 都其實是那個時候針對台灣的市場去觀察覺得說台灣市場應該會吃這種 那個時候非常溫馨的劇情片 對當這個溫馨的劇品本身又還有那個時候還有一點意境啊然後音樂好啊然後那個時候他的運鏡也漂亮啊然後整個場景也漂亮這樣子 但是他就不是 對他不是那個少好萊塢的那個少賣桌的那種並鋼片 但是有的時候他們的包裝也不一定那個少 也包含的好萊塢 比如說像那個十月的天空 比如說像是那個 那個什麼 比如說像那個 其實 柯林伊斯威特的電影其實還蠻符合這個點的啦 因為好萊塢電影其實也有蠻多劇情電影 對啊 也不一定是那種非常簡單的喔他們到最後其實也是會拍一些那種比較比較複雜的劇情片 對啊比如說那個什麼四海好傢伙啊比如說賭國風雲這樣子的東西 對 不過不過這些電影其實在這個年頭是越來越難那個啦越來越難生存 對 這個其實那個 電影創一些那個好萊塢的那個電影創作者其實有在講就是因為 大部分的電影其實現在都漫威化都都變得那個什麼 爆米花花 對所以基本上那個什麼在院線其實那個之前劇情片就越來越難生存 除非像克里斯多福諾蘭這樣子的人 就是把自己的創作 把自己明星話所以才可以就是大家會為了他然後去看劇情片這樣子 對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有一個孩子 不平平的同步 有一個人 有從你勇敢的孩子 在那自然 共產新航 我開心 在萬一心靜善良 對 我開心 Cast 我開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